新北市树林区有名沙石车驾驶 半路疑似是因为揉眼睛 没有注意到前方的状况 冲撞分隔岛之后 接着车子就失控 冲进了路旁的名宅一楼 而当时在这个名宅内有四个人 幸好当时都在二楼 没有人受伤 而惊险瞬间的画面也曝光 一辆沙石车即使而来 跨越分隔岛冲入对象车道 失控冲进名宅一楼 顿时尘土飞扬 车斗上满满的土石倾泻而出 覆盖道路惊险一瞬间 警修人员火速抵达现场 先生你先不要动 我再听他碰碰 砂石车毁损严重 冲破铁卷门卡在一楼洞弹不得 一台停在路边轿车 惨遭波及被压扁 遭撞民宅屋内还有人 听到剧场跑出来看 才发现事件大丢 撞过来的时候 以为是地震 就看到那个沙石车侧搬在我们家 事发新北市树林区巴德街 26号中午12点多 驾驶开着35顿沙石车 从桃源工地在沙石 来到树林准备加工 驾驶声称当时开到一半揉了眼睛 疑似因此没注意路况 整台车往左一偏 自撞分隔岛右后车轮爆胎 车子失控冲进民宅才停住 好在当时民宅内四人都在二楼 没有人受伤 但肇事驾驶还有车内乘客 一共两人轻微擦错伤 没有生命危险 基本上它的梁跟柱子还有墙壁都没有看到有撞击的泪损 结构没有受损 还好这一状没危及房屋结构 警方初步排除酒驾肇事 只是屋主一家人在家中坐货 从天外来后续赔偿与复原是一条漫漫长路 生日惊喜结果吓坏路人 在台中有名二十岁的江姓女子 为了帮男朋友策划一个难忘的生日 找来一群朋友 以街头掳人的恶作剧方式 将寿星绑上车 准备前往彰化庆生 没有想到这个过程那疑似是动作太大了 让路人误以为是真绑架 赶快报警 警方火速赶到现场 帮车子拦下 将车上的十个人通通带回警察局 八个大男生将人压在地上 还有人拿出束带合同军绳 将人手脚统统绑起来 被绑的男生不断大喊救命 当街圣言绑架掳人 警方火速到场 拦下这辆银色乡行车 要求驾驶下车接受盘查 驾驶不断解释 说他们是在演戏 不是真的掳人 但警方为求慎重 还是要求车上所有人 通通下车接受盘查 后座开门 全部都要下车 来刚刚在车上 我全部蹲下 原来警方接获报案 说有民众当街 遭人强行掳走 警方不敢大意 立刻出动 你知道有人报案说 你被绑架吗 知道 原来二十岁的江姓女子 为了帮张姓男友 筹划一个难忘的生日惊喜 找来一群朋友 以街头掳人恶作剧方式 将寿星绑上车 准备去彰化晋升 没有想到疑似动静过大 让路过的民众信以为真 他还把人家在那边 警方调查 这名女子还是名网红 二蕾妹 没有想到原本给男友的 生日惊喜变成了惊吓 大家最后通通被带回 警局调查厘清 恐怕得在警局庆身了 借家林嘉敏台中报道 惊险车祸 先来看到的是 一辆满载钢筋的一影车 行进云林东市的153公路 后轮不断地冒出火花跟浓烟 巡逻原警发现 立刻鸣笛蓝停 司机停车之后才发现 车子后面冒火 而原警是赶快用瓶装水 喷洒降温灭火 另外是在云林院里 有一名女性驾驶 驾驶载着两个小朋友 不明原因 自撞路边的水泥灯柱 驾驶受到了轻伤 两个小朋友也受到惊吓 救命车货爆火速赶往事故现场 一辆银色轿车 撞上路边的水泥灯柱 车上三人 一位妈妈两名小孩 在其他民众的帮忙下 顺利脱困 但妈妈受伤 小孩也受到惊吓 救护人员协助三人 上救护车送检查 发生在26号早上快9点 26岁潘姓女驾驶开车 要去上班 还载着两岁跟一岁小孩 送去脱婴 行经苗栗 远离国中侧门产业道路时 自撞路边的水泥灯柱 这一撞水泥柱下方撞到碎裂 少个着车头还内凹成V字形 两岁小男童吓到狂抱妈妈大腿 还好小朋友都没受伤 转到云林一辆大型义影车 满载钢筋行经153线公路 一次轮胎磨损严重 造成轮轴冒出火光 还不断窜出白烟 警方巡逻发现立刻鸣笛蓝蹄 你这等下你怎么会迫车 你不通过车了 义影车司机从桃源载运钢铁 要到台南工地 一开始有闻到烧焦味 以为只是轮胎磨损不以为意 没想到被警方拦下提醒 这才惊觉带起大调 在现场警戒输打交通 并取用备用水把火光交起 司机庆幸好家载 由警察帮忙化解危机 否则万一车子烧起来 恐怕手命不保 这苗栗云林综合不倒 南投出现了人头巨石 最近有民众用空拍机 拍下了南投德陆谷瀑布 附近的壮观景致 从树林突出的这颗巨大石头 看起来 这个可能要发挥点想象力 像是这个地方是眼睛 这里是鼻子这里是嘴巴 人员看过去呢 就像是人员的头部张口咆哮 不禁让人赞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人员看怎么树林中 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身影 近看更惊奇 有眼睛鼻子还有张开的嘴巴 看起来就像人或猿猴在咆哮 这地居民特别将它取名为 人头巨石 壮观奇景就在南投仁爱乡德陆谷瀑布 惊奇受到梅雨进驻 这个双层瀑布水量丰沛相当壮观 民众更发现附近的翠绿树林 有巨大岩石特别突出 造型像极了人头 前村长说最佳观赏处 在头85线约0.8公里处 人头巨石位于赛德克原住民部落 早期村民叫合作村 2021年9月才恢复部落传统旧名德陆谷 近几年积极推广观光产业 这回人头巨石引发话题抢派位 更不禁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记者曾荣成南投报导 请不吝点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请不吝点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